大家有沒有覺得現在射手不太好生存 每次單排玩射手 對面總是出現五隻衝牌角 而且都是衝著射手來的 他們的願望就是要搞爆射手 你反殺了一隻 還會有第二隻衝過來 為他的隊友報仇 射手太難了 哈囉 早安你好 我是有哥 I'm Yuga 今天排位要玩卡芬妮 自從卡芬妮賣衝砲傷害被削弱之後 就很少看到卡芬妮的出場 畢竟卡芬妮的手比較短 儘管說他的持續傷害非常的高 但如果對面都出一堆衝牌角色 卡芬妮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輸出的話 持續傷害再高都沒有用 這場我兌現到的是亥犽 卡芬妮我覺得在中後期都還蠻好打亥犽的 後期亥犽轉過來 我是有機會用兩發人賣衝砲 把亥犽給反殺 在前期的卡芬妮也是非常強 前期的換血呢 我們小贏亥犽 可是在吃靈鳥的過程 直接被拉茲逮著正著 拉茲超帥的伊閃 把我揍回溫泉了 這場好險我們的輔助是薩妮 至少有一個小小的寶藏 但是一隻薩妮遇到這麼多不講理的衝牌角色 你看他還是扛不住 畢竟他們的瞬間爆發太高了 我有點懷念好幾年前 傳說有一個版本是屬於射手時代 那個時代不論魔龍鹿還是打野 大家都喜歡出射手 因為那時候的拉打實在太強了 可是後來越來越多的射手在改版之後 都有被加一個debuff 就是前期對野怪的傷害減半之後 射手就很少拿去打野了 再加上越來越多的新角 像是企羅、攀音、星葵 這些角色出來之後 他們的瞬間爆發真的是太高太高了 他們有很高的機動性 又有很強大的退場能力 甚至還有減傷能力、無敵技能 變成說現在射手打野真的沒辦法 甚至現在魔龍鹿你看 哎呀遇到這兩隻直接被推回塔下 那當然最後我也死掉了 好險我有換到一隻拉茲 有拿到終結獎金260塊 還算是ok 不然在前期我們過得非常的慘 只能蹭一下打野的野怪 那剛好薩尼推得非常漂亮 讓我們成功拿到莫托斯的頭 苦惡人一個刷新 哇直接塔殺掉亥牙 果然現在射手 儘管他有位移 還是逃不過那種刺客角色的手掌 遊戲時間剛好是在4分鐘過後 所以可以順勢的把外塔拔掉 再來吃個小野怪 突然看到對面打野 我們薩尼蠻會玩的 把小野怪推過來 只可惜我的傷害不夠把小野怪吃掉 這個原因還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卡芬妮對野怪在前期的傷害是減50% 那個減傷會隨著等級的增加去做減少 那一直到15等 角色15等喔 減傷的比例才會變成0% 官方的出發點是讓這些射手 不要拿去打野 因為拿去打野有人保護的話會有點太強 強制這些射手拿去走魔龍路 可是呢 魔龍路通常都會是靈鳥 靈鳥也是被規定在野怪 所以我們在前期吃靈鳥的時候 很容易被搶 像是被井啊 蘇啊 他們是對野怪沒有debuff的 很容易被他們搶 那這邊再來吃個魔龍 差一點點被搶 可是奎倫死掉的瞬間 我們的輸出位置非常的好 成功再帶走一隻亥犽 但是被那隻拉茲給跑掉了 趕快再來吃個兵線 我們已經慢慢的起飛了 五顆頭的我 卡芬妮是一直只要飛起來之後 對面沒有一直來針對我 我就有無限的可能 現在炎怒之爪也出了 炎怒之爪是卡芬妮非常重要的輸出來源 喔 薩尼推得超漂亮 很多射手對於炎怒之爪來說 就是增加暴擊率跟攻速而已 因為卡芬妮的攻速會直接轉換成攻擊力 所以這一件炎怒之爪他加的攻速超級多 也等於說他會幫卡芬妮加超多的攻擊力 非常好用 推薦給大家 那現在再來換個線 來到了凱撒路 好險我們這場有薩尼亞 他的推真的推得很漂亮 幫我們拿到非常多顆頭 那我再下路 兵線是推了啦 看到一個瑞克 結果撲出來的竟然是一隻甲蟲 代表這個甲蟲應該是蹲在草蟲蹲得很久 好險我沒有死掉 可瑞也差一點被收掉 因為拉茲在追 怕他直接大閃過來 所以就直接走到二塔比較保守的位置來回程 差一點被抓掉 外塔也被瑞克給拆掉了 越到了中後期 他們那些衝牌角的傷害越高 所以我們越要更小心 也因為卡芬妮的手偏短 所以我射得到那些衝牌角的同時 他也一定打得到我 對 所以只能讓隊友先衝 讓他們去犧牲 那我們去做一個第二順位 或者是第三順位的進場 就不要一看到人 就直接射上去 他們死了兩個 然後另外三個都有漏頭在上路 所以我的位置 才敢一個人走到藍區這麼深的位置 不然他們沒漏頭齁 射手不要這樣走 吃個藍 吃個藍 薩尼也來了 我們繼續吃 然後這邊 砰砰 現在我的砰會痛囉 一槍是兩千 可是以前 卡芬妮最痛的時期 賣衝砲一槍 我曾經拍影片 砰過六千多 以前卡芬妮真的是砰砰兩槍 一隻滿血的法師或射手 就可以秒掉 蹲在草叢 瑞克直接 跑進來是什麼意思 我有點嚇到 他應該只是想要探個草叢吧 但是瑞克大招一開 我發現不對的時候 他已經在我的臉上 嗜血一攻一開 兩槍的砰砰 成功反殺掉瑞克 反殺了一個 還有第二隻 這個拉茲太狠了 又是一個瞬移死都要收掉我 你看這兩個衝白角 真的太狠了 他就是要自射手於死地 拉茲打字說 妖獸你的反應很快 那我回答是 我的反應算是很慢的 為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重播 我看到拉茲的瞬間 其實我就已經知道 他想要快壞了 可是我的手 反應速度 跟不上我的腦袋 所以吃了他一拳 撥中拳 然後再被他揍死 好險我有反殺啦 算是 一換二 可以吧 他們真的是很壞 那我也看到他們全衝了 趕快先開個大招 消耗一下 然後跟著一格 亥牙大招直接轉上來 嗜血攻一開 成功反殺亥牙 好險剛剛拉茲沒有能量啊 他揍我一拳子都沒能量 好險 那我要退的時候 隊友 我的隊友 接下來啊 你看我的站位 其實真的 就是躲在很多隊友的後面 有沒有 甚至我躲在一格的旁邊 因為一格跟我 都是屬於軟軟的角色 如果他弄一格 我就射爆那個人 那如果他弄我咧 一格就會用丟的 把那個人丟爆 凱薩爭奪戰超級精彩 這個精彩程度 我們都以為 這是在爭奪15分鐘的魔神凱薩嗎 沒有 這只是 這個12分鐘的魔神凱薩 結果對面 倒了4個人 奎倫一個刷新角刷起來 他們剩下誰 拉茲 剩一隻拉茲 我們5個人都還在 這基本上是一波局了 他們沒有二塔 所以高地很快的被清掉之後 拉茲也放棄了 雖然他們有5隻的充牌角 可是在後期他們沒有一起 一窩蜂的來衝我跟伊格 變成說我們的輸出位置很好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奎倫 哇刷新刷起來 不得了 那薩尼也推得很棒 簡單來說 我的隊友都超棒的 而且我是單排喔 運氣很好啊 遇到這些神隊友 卡芬妮就分享給大家 趕快幫我影片 給大家喜歡 謝謝各位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